今天晚上的天气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然后我们帮忙就出来走路了 现在有一种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特别凉快 我们走到的这条小路呢 大概两周之前 这边不是发大水的吗 当时大概大水停了以后 那天是刻意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当时走到这以后 现在所处的地方 当时往前走已经没办法走了 这地方还蓄了一些水了 当时朝前的话 一直到前面 前面那个树的那个底下 那个地方就是河了 河这个是一条支流往那边流的 那边有一个跟他的上一级的河 然后当时这一片 当时视线所及这一片过去 全部都是水 然后连周 有连周了吧 大概过去了 然后今天我们特意走这条路线 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有多大的变化 水肯定是退下去了 现在还残留着一些小水沟 从前面走过来 到这个地方居然有一个寒洞 你看看那样子水朝这边 当时流淌冲刷的这个样子 这边的这个路边的这种水澡 那个寒洞里面还能看到一点水了 然后水流一直往那边流流流流流 最低点就在那儿 那儿是一条河流 这个地方是一条河流 这是他的滋流 然后前面 当时这一片完全淹在了个水里面 现在这些庄稼居然完好无损的 只要看这个是种的什么庄稼 这个庄稼好像是甜菜 这个植物好像不怕 水很快降下去以后就没事了感觉 第三面这个地方当时都是完全漫在水里面的 然后那天走路的时候 我们从上面铁轨上面走了一段 然后当时我站在这个铁轨上面 往这边拍的 当时这一片就像一个大湖一样的 完全像一个湖 这地方当时就相当于一个河道 一个寒洞 我我剪视频的时候会把那个那一天拍的 放到一个镜头里面 大家感受一下当时这个反差对比 现在我从这个寒洞里面走过来了 你想想当时年洲前这一边是完全泡在水里面的 这边也是一条小路 又开始那个什么鼻涕层发手了 这边这个植物你看长得多茂盛哦 加上这个水滋润了一下 漫过了 当时这个小路肯定是没办法走的呀 你看这个一看就是被泡过的 还有很多泥了 泥浆了 然后左边这个轨道 被这个火车道正好挡住了 前面 前面就走到了个小河那儿了 这路好像有点难走啊 你看 植物太茂盛了 现在夏天 能看出当时被泡过的痕迹 幸亏这个路现在不是很难 两周了 这段时间基本上晴天就上个周末下来下了雨 上个周末这两天下来临行下阵雨 这个阳场小路 这植物太茂盛了 完全掩映在这一片这个小树林里面 马上就走到 再有个开始台凸起 凸起的地方就是那个桥 那个寒冬那个桥 这个地方这个下面就是那个真正走河的那个寒冬 就是这个河的河名的 下面那个河 当时水啊 完全漫掉了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够流的 当时什么地方 所有的水都淤在那儿啊 没有地方出 没有出处 这地方又不靠海 又不靠大江大河 都是一个内陆 反正是完全漲下去了 正常的那个水 你看路面边的这个植物 当时这边 我们当时站在铁道上往下看呢 感觉要是说的小路还在 在地势高一些可能 哇地上那么多 好了 终于 终于快走完了 你牛带裤那么厚 你把衣服披在上面就是房子重咬的 好了 我们这条小路就走完了 也验证完毕了 前后的对比 很鲜明啊 这地方估计也是北年未遇啊 能把这个水骂成那样的 这么一条小河 当时的小河就在那儿 这个水是不定在这边都是骂上了 骂到这个牧场里面 现在是在完全的乡村里面 我们从前面的那个小树林里面走出来了 走出来以后 这边的石头路就走到这村子里面了 你看这开始有点小坡了 这边都属于丘陵地带 没有那种纯一马平川那种平原的 都是那种有起起伏伏的 可能不大 但是有一个起伏感 所以将这种 它这边就没有河了 没有河的地方 但是只要低点的话 那边雨大 全部都聚集起来 上次走的话 在这边这个低点 那几个房的那个地方 感觉也被淹了 灌水了 但是水不会太深 你看会进家的那种 倒不了膝盖 你看村子里面的主干道 前面 你看到前面 就开始往下 下面的最低点 路边呢 有几户房子 全是泥那天的走 全是泥呀 沿着村子里面的 这个主干道往前走 刚才从那个 破那个缓坡 走到这个最下方了 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最低点 看到这几边这个路边的房子了吗 上次走到这的时候全是烂泥呀 当时全都居在这个路上 已经被私生清理过了 这几户人家是因为最低点 被淹到的地方 然后家里面 可能一般这么老房的都有地下室 地下室一般是被烟的比较多了 里面的家具悬都堆在来了 报废了 现在的 当时这个路边脏死了 当时走过来的时候 现在被私生清了还挺干净的 已经看不到了 这地方最低点嘛 你看最低点放在那种下水 紧闭着 他们家的这个 然后这家沙带还在这家放的 这家有一堵墙 那沙带想把这家给挡住 水防止水进去 这家当时看也是被淹的比较厉害的 门口堆的那个沙带 他们的外好低哦 这个水当时从门都淹到它那个户里面了 现在又开始爬小缓坡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最低点啊 里面的水都呼啦呼啦往这边锯 吓我一跳 正好记录一下 现在是整点 六点吗 哦不知道七点吗 哎七点吗 等敲完我就不录了 天上还有飞机能看到 敲了多少下子了 好终于 终于不敲了 刚才我们在那个铁道下面的那个海洞那儿 当时站在上面往下看那个小河 这就是那个小河往上走的那个上游 现在一路往下走嘛 一路往下流 流到那个大河那儿 这个河水平时感觉就蛮多的 所以上一次那个水 你看从这一直到这个上面 哎呀应该买个墨基 可以拿来砸核桃 来你给帮我咬呗 然后这个后面是一个磁人庄园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地 当时这一块地是完全淹在水里面的 然后这个河就在这个旁边过去的 那个地方 对啊 这个这块地比较损失比较大了 那个地方全部都贴在那个上面了 当时可能长时间泡在水里面导致的 这可能怕水吧 这是这个压麻 那一块你看这个那个湿地一样的 这个烂泥一样的 当时这个这块地是完全泡在水里面的 因为它就在这个河最低点的旁边 我们出来走了至少有六七公里了吧 刚才那个天特别好 走着走着走着 现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然后天上这个云 已经开始丢点了 现在乌云滚滚啊 整个天上都是的 现在是前面那个红彤彤的地方 就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我们就沿着这个小路往回走了 我们下车就在这儿下车这儿下车就算了 这儿就在这儿下车就算了 下车就算了 感谢观看